全球又有一个国家宣布禁止TikTok 那就是纽西兰 目前禁止使用TikTok的国家 包括纽西兰 加拿大 美国 比利时 英国 欧盟 台湾 印度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16号 英国刚刚才禁止政府公务手机使用TikTok 美国政府机关的公务装置 也要在三月底前全面移除TikTok 对此 3月23号 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将首次出席美国国会小组的听证会 作证该软体无任何安全疑虑 另外提到大陆 无法通过安全审核 无法为您生成回复 当您继续问 中国政治和美国政治的问题 他同样回应 提问无法通过安全审核 无法为您生成回复 原来这款AI的内容审核 有百度提供 因此可以删除了敏感问题的任何提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